今天的看的時事 所以原文帶你了解的是 在英國發生了恐怖攻擊的事件 而且所在地點相當敏感 就在國會大廈附近 因此引發了高度的重視 就來看到新聞原文當中 這樣子寫著 現在看到這個字 parliament 講的是國會或者是議會的意思 根據這個國家的不同 有的時候他們的稱呼也會不太一樣 那這個p有的時候可以是小寫 講的單純是個地方 那有的時候也可以當作專有名詞 這個時候p就會改成大寫 那前面就不加的了 比方說the issue was debated in parliament the issue was debated in parliament 就是說這個議題呢 在國會當中進行辯論 那麼再來提到的就是這個片語了 to death death大家應該知道 講的是死亡的意思 是一個名詞 所以前面可以放很多不同的概念 講的是很多 可以這樣說嗎 不同的死法 現在這邊提到是 遭到槍擊身亡 所以shot 是那個shoot 涉及的過去分詞 講的是被怎麼樣 或者遭到怎麼樣的意思 一個被動式的概念 所以shot to death 遭到槍擊身亡 那另外也不見得都那麼嚴肅啦 像說誇事法 就我快無聊死了 你也可以說 I'm bored to death I'm bored 這個bored就很無聊 人覺得很無聊 那個bored to death 就說非常非常無聊 好像快要死掉 快要往生 這樣子的概念 那在社會新聞當中 你可能會看到這樣子的句子 the man almost beat his kid to death the man almost beat his kid to death 這個男子的差一點 就把他的小孩給活活打死 以上就是今天的 看時事選英文 see you next time 來吧 感谢观看